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前我们可以用人海战术把上半区下半区都包围进去 但现在国际兵联有了新的规定 每一个国家只可以有两个运动员 那一个人在上半区一个在下半区 如果一输那你学赛要跟老外跟其他国家打 所以这样的机会不能把握 所以单打是成问题的 但是在团体赛我是看好中国还是冠军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也有 Getable